哈喽今天是2021年7月7日星期三 欢迎来到美股天天说 大家好我是陈蔚 美国股市周三收高 纳指与标普500指数再创了历史新高 那尽管最新的会议既要显示 美联储在6月份的政策会议上 讨论过如何开始缩减刺激计划 但多数委员一致认为 美国经济尚未达到 美联储为任何重大的政策转变 设定的实质性进一步进展的标准 这也就暗示了 即便之前通胀攀升 美联储依然不会急于收紧政策 这令股市的投资情绪获得支撑 同时日内美国劳工部公布的 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报告显示 美国5月份的职位空缺数 是上升至了921万个 创下了纪录新高 展现出企业招片持续面临着困难 以及自愿离职的人数减少 那就业市场继续疲软 人会支持美联储维持宽松政策的预期 目前预计的是 美联储将在8月份或者9月份 宣布缩减资产购买的计划 并在明年初开始缩减购债 那这和之前的预期整体是差不多的 因此估计不会引发市场的意外波动 那在开始今天的分析之前 首先要感谢一下 必备证券对本节目的支持 必备证券是首家面向华人的 免佣金美股券商 股票交易永久零佣金零平台费 如果你想摆脱高额佣金 零成本交易美股 必备证券一定适合你 片尾还有福利哦 各股方面 本周对于科技巨头而言 那就是美国国防部已经取消了 在2019年授予微软的 100亿美元的Jedi云计算项目 计划用名为联合作战人员云能力计划 也就是JWCC来取代这份合约 那将会面向微软以及亚马逊 等多家公司进行招标 这个消息呢 看似是对微软不利的 对亚马逊是有利的 但我们可以简单粗暴的 来看一下股价的表现 在消息出来后 亚马逊的股价呢 确实是受到了提振 帮助他们的股价创造了历史新高 而微软的股价 其实并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拖累 昨天收平以后 今天股价还继续走高 再度刷新了他们自己的历史新高 市值也突破了2.1万亿美元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以及对科技巨头股价的影响 那其实虽然早在2019年的时候 美国国防部就把这份云服务合同 是给到了微软 但很快呢 亚马逊就提起了上诉 认为当时出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 对亚马逊以及CEO贝索斯是有偏见的 那因此两大科技巨头 也就围绕这份合同 进行了一年多的法庭斗争 这里面就展现出了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之前已经有专家指出 这样的服务合同 选择单一的供应商并不合适 应该选择多家公司参与其中 这样就可以减少 未中标公司提起诉讼的风险 那结果我们也看到了 亚马逊一家公司提起诉讼 就导致整个项目被搁置了接近两年 这对于美国国防部而言 还是对于微软而言 其实都是一件麻烦事 所以呢 这次取消合同 我会觉得对于各方反而是一件好事 那之后重新招标的话 相信微软和亚马逊 都不会一家独吞整个合同 而是可能会分享新的合同 虽然对于拿到手的钱来说 可能会少一些 但拿到手的 和光看得到 但拿不到的 还是有天壤之别的 那另一个问题就是 尽管表面上看 微软似乎在原来的合同上失利了 但之前能够从亚马逊手上抢到合同 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信号 先不论是否真的有 特朗普这个政治因素存在 那至少我们从这个事情上 能够看出一点 那就是微软的云服务 已经具备了成为亚马逊云服务的 强大替代品的能力 而要知道在这个合同之前 亚马逊的云计算服务 也就是AWS 一直是全球云计算市场的先驱和领头羊 所以丢了合同 却赢了在云市场中的名气 这对于微软而言 我会觉得并不是失败 反而有可能成为他们在云市场中 收获更大成功的一个开始 因此呢 我的看法是 这次的事件 无论对于微软和亚马逊而言 其实呢 都可能是一件好事 不用担心 因此对于微软股价可能带来的利空 另外呢 可以正好顺着这个事情 和大家再看看 微软和亚马逊这两家科技巨头的前景 以及很多人关心的话题 那就是微软突破了2万亿美元市值后 亚马逊再创了历史新高后 他们的股价 还有没有进一步的上涨空间 那我们先看微软 其实微软在鲍尔默出任CEO的时候呢 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导致他们的发展曾经一度停滞 但是纳德拉在2014年 成为微软的第三任CEO后 是积极提出了移动优先和云优先的口号 那在他的领导下最直观的就是微软的市值 从他接手时的大约3000亿美元 已经达到了今天的超过2.1万亿美元 于是很多人就关心 苹果坐稳了2万亿美元市值后 已经稳步的朝着3万亿美元的目标踏进 而微软是否能够同样的朝着3万亿美元方向踏进 因为这也意味着股价还需要在现在的基础上 上涨大约50% 那首先根据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 全球云服务市场在2020年至2027年期间 仍可能会达到16.4%的复合年均增长率 按照目前的步伐来看 微软商业云收入方面 应该会继续以两位数的百分比快速增长 并给他们的总收入的增长是带来更多的帮助 其次微软的游戏业务也将继续增长 因为它会继续推出新的Xbox游戏机 并扩展云游戏平台 以及正在收购一些知名的独立开发商 来开发独家的游戏 另外微软还在继续扩展到下一代的市场 例如他们的增强线是耳机 可能会帮助扩大他们的硬件业务的多样化 所以可以看出 这些科技巨头看着都已经很庞大了 历史也很悠久 但依然是具备着持续的创新能力 是有能力不断的拓展 更大的更新的收入增长点 从而帮助公司的股价进一步的走高 同样的亚马逊也是这样的一家基本面完好的科技巨头公司 至于也有朋友在问的 亚马逊的股价创新高后 还能否继续走高 其实这从基本面来看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大公司的股价势头一旦起来的话 它们是会存在一定的延续性的 并且在市场紧张的时候 这些科技巨头的股票 还很容易吸引到避嫌买盘的到来 那估值方面来看的话 微软的市盈率现在是37.79倍 低于行业平均的53.43倍 亚马逊的市盈率虽然接近70倍 但相比它所处行业的201.01倍 依然是比较低的 市销率方面 微软有13倍多一点 高于行业平均的9倍多 但如果考虑到云业务带来的收入增长 其实微软的远期市销率是会更低的 而亚马逊市销率只有4.42倍 低于行业平均的5.56倍 那另外根据五年收入增长预期 计算出来的合理股价方面 微软是272美元 而亚马逊是3912美元的样子 而华尔街分析师给出的12个月平均股价预估呢 微软是297.96美元 亚马逊则高达了4309.33美元 所以综合来看的话 微软和亚马逊都具备更大的上涨空间 并且当前的估值都是相对合理的 因此是可以长期持有的好股票 那明天在经济数据方面呢 我们可以继续关注的是 美国的初请事业金人数 这将给我们展现出进一步的美国就业市场的表现 那另一方面呢 我们明天可以看一下 滴滴的股价能否止出跌势 那因为明天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 富时罗素已经表示 人将按计划在7月8日的时候 将滴滴是纳入全球指数 那考虑到滴滴股价 在上市的第4日就已经破发了 而且现在的跌势仍有延续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 纳入全球指数后 能否帮助稳定投资情绪 那现在滴滴的股价 已经有点成为中概股 投资信心的一种分项标了 所以呢值得多留意一下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这里要感谢一下 CMC Markets和必备证券 对本节目的支持 扫码或通过简介区链接 注册开户必备证券 即可获得独家20美元体验金 不如今就能实盘交易美股 同时还要特别感谢一下 老虎证券 如果有美股开户需求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视频简介中的 老虎证券的开户链接 有专属福利带给大家 还有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非常开心 由我参与开发的 小白的美股投资宝典 已经正式推出 欢迎感兴趣的朋友 扫码了解课程内容 或者可以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咨询详情 那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 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 市场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 我们明日再见